一把拉起蔣灣的手 主席朱立倫搶下麥克風 親自帶頭喊動算 笑顏咪咪因為他對蔣灣 前一天辯論表現很滿意 像當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辯論 甘乃迪對尼克森那一場 萬安的表現讓大家看到希望 沈比喻時間回到62年前 時尚第一場電視辯論會 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當年共和黨老將尼克森 對上民主黨的甘乃迪 43歲的甘乃迪原先處於劣勢 但穩健的台風口條 從電視機上直通國明星中 甚至被評價像電影明星 外界認為就是這關鍵登場 讓他吸引到不少中間選民 面對自家主席盛讚 蔣灣或許是高興在心裡 那對手陳時中是尼克森嗎 蔣灣他是整個後面是慷慨激揚 好像是小學生在做演講比賽 甘乃迪不是這樣 甘乃迪跟尼克森一樣 都對著抱著美國的愛 在講他相關的一個政見 而蔣灣委員是抱著恨 在講他的一個市長夢 但談政見之外留下什麼印象 的確重要 黃珊珊辯論妝容就遭憑老十歲 還被議員拿出來審視 要他開除化妝師 那個化妝師是我的朋友 然後我覺得我在乎的是內容 不是妝容 高EQ回應柯文哲也幽默送暖 PO出酷手照聲員 只見他臉上畫了顯眼的兩條疤 說若覺得黃珊珊的八字法令文明顯 那就頭八號 辯論會後誰能夠吸到最多票 根據中廣蓋洛普立即統計 蔣灣安在評分中拿冠軍黃珊珊第二 和吊車尾的陳時中咬很緊 TVBS民調超過三成認為蔣灣安表現最好 而黃珊珊最差 他可以在昨天就可以做出民調 這也是滿匪夷所思 不過是蓋洛普做的就不太意外了 昨天好像網路上面T台跟3D 他們下面都有些評論吧 怎麼會跟中廣差這麼多呢 如何解讀民調就跟外表一樣 見仁見智 近新聞 林婷 郭瑞婷 產博報導